好,那我们讲这个所谓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even is 不 的意思 那基本上就是IT HOME 的这篇文章 就是中钢导入的这个经验 那各位知道呢,这个中钢是基本上做钢铁的 那在做的过程中呢,它的制程里面会很多烟 因为水,就是用水去冷却 那基本上这个环境很不容易控制 所以你要取得影像的品质呢,差异就变得很大 比如说你照着不同的角度,灯光不够亮 然后呢,你的这个环境呢,是在900度的高温中 那因为温度很高,对不对? 你要喷水这个冷却 那我刚刚解释过,你在喷水冷却 各位知道呢,水液到这么高温的话 它就起雾,水气 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很多这个水气呢,就会进入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你要拍摄的时候呢 影像呢,就不是很,要清楚很不容易 然后呢,光源也会不一样 因为光有可能被这个很浓的烟挡住了 或者是老旧,那个灯老旧或是高,太高 那不同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实际面临到的问题 那如果你去看这篇文章,在网路上有 基本上,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他要去做这些,所谓的这个钢品的身份的识别 他呢,要去针对呢,这些数字呢,把它抓出来 而且到每一站都要抓出来 那为什么要抓出来呢? 他要根据呢,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钢品的序号 然后去研究呢,这个过程中 从他的制程的一些结果 所以你要去追踪这个所谓他的序号 所以万一要取得这个序号呢 基本上就会面临到这一些影像处理的 所谓的资料前处理的问题 这还是资料前处理 那不仅是资料前处理 那不仅是资料前处理 有的资料前处理之后 我们如何考虑在 你在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就考虑这个不确定性 然后这个文章是蛮有意思的 那为什么我们上课一直鼓励同学们 平常去养成这个阅读这些文章的习惯 因为你才知道说 我们真实要去导入所谓的AI 或者是机器学习的时候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碰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接下来是说 我们要如何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呢 叫对抗 这个adversarial attack 攻击 左边这个是一个pandas 他有57%的信赖 那我们在这个之前有讲过 基本上呢 他做所谓的这个物件的侦测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根据说 我的输出可能性比如说有100个 然后呢 100个加起来的几率呢 是100% 那如果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他说他是panda的这个机率呢 是58% 那其他的40几呢 就是其他的可能性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选择最大的几率的那一个输出 当成你最后的输出 那这个做什么事情呢 你呢给他加上一点点的所谓的这个是微分 就对他的所谓的这个目标函数做微分 然后加上这个呢乘上千分之七 所以就是说那你呢攻击他 给他一个小小的杂讯 看起来像杂讯对我们人类而言 人类而言是杂讯 对不对 所以你把原本的这个讯号 这个pandas 这个x是你原本的这个二度空间的这个向量 我们把我们讲过可以变成一个向量 然后加上呢一点点的这个杂讯进来 他就会百分之跟亚洲他是变成一个长备员 就会展到误判了 一点点哦 那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呢之前呢 我看到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以色列 他们怎么样呢利用这个网路的方法 把这个杂讯呢 攻进呢所谓的这个医院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断层扫描的这个影片 然后导致医生就产生误判 所以各位想看这一种情节对 只要有一个资讯系统出来 就有另外一票人他就会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攻击 攻击目的可能是为了展现他的技术 可能是为了钱种种原因 甚至攻击另外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在实际应用变得非常的重要 各位想看 如果呢一个断层扫描呢 你这个系统被骇客入侵 本来是有病的 然后因为他给你做一点杂讯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点哦各位 人也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呢有病的被说成没有病 那就很严重了 那个人可能会延误治疗死亡 所以这种问题呢 现在就已经发生了 或是你想看你的车子 如果呢不小心被骇客公路 结果呢你这自驾车你安心的开 结果呢他前面明明是20个人 但是因为被骇客入侵了 他前面跟你讲没有人 然后你给他20个人给装上去 如果你车子是大车的话 变成灾难大灾难了 所以AI要落地 机器学习要落地 就是要必须考虑这些复杂的问题 会发生 而且已经发生了 他基本上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一样 这个一样就是在车子对开车stop 这是引他的处处来言 他跟你讲说呢这个原本是这个 这个KFC 结果呢被攻击之后呢 你其实肉眼有差别 但是不是那么大 他会变成这样子挺 然后呢这个呢 是这个 这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路标的这个攻击 本来是没有的 但是呢他跟你讲 这个所谓spin limit是30 或是停止 所以呢基本上呢 有的限速是120 那变成30 有的是80变成停止 所以就整个乱掉了 他只加上一点点的杂讯进来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加上一点点的 会改变他的整整个机器学习的系统就乱掉了 所以呢我们在这门课呢 会介绍一些基本的观念 那因为这个我讲过 因为这个在MIT是博士班的课程 那我们是大三而已 而且我们这门课最佳话也没有修过 所以呢我们会补充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对于蓝一点的数学呢 我们也不会教 有兴趣的同学呢 自己呢在这个研究 那不过我们会教各位基本的观念 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然后演算法 他的步骤一二三四个步骤 然后呢用程式码来实现他 这是我们这门课的教法 所以呢我们这个考虑一个方法 要稳健最佳化 那至于最佳化是什么呢 我们呢第二个礼拜 就是第二奖跟第三奖 会再花时间几个礼拜来解释 让同学具备基础知识之后呢 才有办法去了解更复杂的 比如说那你的这个Edge Device 各位知道呢 现在训练机器学习的很多 都是用非常大的Data Center来训练 但是呢 如果你实际上 你要给人类应用的时候 你不可能带一个大的电脑在身边 你可能手上是一个小的手机 或是功能不太强的手机 这个叫Edge Device 或是物联网 物联网上面的这些Edge Device 这个终端设备 基本上呢 它的这个电脑的功能也不是那么强 它考虑电池的续航力 然后要小 设备要小 然后要便宜 所以你这个终端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Edge Device 基本上呢 它的性能可能不是很好 那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假设你的这个 Processor处理器 只能处理4个bit 我们现在电脑可以处理64个bit 但是成本相对是比较高的 对不对 那假设我们的这个是4个bit 好了 那你就会有四手误差 所以这个不用人家攻击你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了 实际的值3.4 但是因为你4个bit 你要把后面这个尾数砍掉 比如你0到15 你0.4砍掉就是Round-Up Arrow 所以前面你看前面跟你讲说千分之七 就会造成机器学习的资料的这个问题 那更何况现在不是千分之七 尿各位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0.4除以3 这么大的误差的时候 你的机器学习的模型 就要考虑到这种状况 好 第二个呢 是在你的环境里面 environment 有这个不确定性跟杂讯 那这个呢 最好例子就是开车 像我的车子很老旧 所以开车 如果在86号快速道路上面的话 我开越快的时候呢 我的什么 我本来在市区听得到的那个 这个所谓的广播 我就开始听不到了 因为风就会透过窗户进来 那或者是说你骑摩车的时候 就很多声音进来 那个就是环境所造成的杂讯 这个杂讯也会影响到你 我刚刚讲的你的本体 假设我要听音乐 那我骑车越骑越快 我的声音就越听不清楚 这个道理 我相信各位应该可以了解 好 那我们怎么建立呢 这个数学模型呢 基本上呢 modeling 我们考虑回归问题 我们上礼拜有讲 回归就是找一个函数 预测数值的资料 f of x 所以各位 基地学习可以把它想成说 监督式学习可以把它想成说 我们找一个函数 来近视呢 未知的y f of x 是我们的预测的函数 x呢 是我们的特征 我们上礼拜有取例 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考虑的 它是不确定性的 但是它是一个有界的范围 比如说 以这个四十五路而言 我们假设呢 我们的四十五路范围是多少 就是一个数值 然后正负0.5的误差 所以我们的误差的范围 就是正负0.5 这个叫不确定性 但是呢 它是一个有界的这个区间 那所以呢 我们的x呢 是我们原本的x βx是我们四舌无路 或是杂讯再来的误差 所以我们要考虑呢 这个呢 是我们的回归 这个是我们的信号 这个是我们的杂讯 我们希望预测这个函数呢 会跟真正的误差会很小 那第二种呢 是几率的模型 就是各位在学几率统计 我们假设x呢 是一个随机的变数 比如说常态分配 最常见的就是这两种 最常见的 那比较而言 这个呢 如果x你的维度很大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这个所谓的特征 有好几个的时候 它比较有办法 check up for 这个意思是可处理的 然后robust 对这个所谓的稳健而言呢 它是一个自然的这个架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处理很大的问题 那随机变数呢 也是很常用的 但是它有一个困难的地方 数学上 就是说如果你有好几个 好几个随机变数的时候 你要去处理就很困难 因为如果它不是 所谓的这个iID的时候 基本上呢 它要考虑联合机率的时候 是要求几分 它数学上有它的一些限制 好 那至于这个详细内容 我们这门课不会教 因为我们这门课呢 放的重点 是放在第一个重点上面 我们假设它的不确定性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怎么去做 所谓的机器学习 那这边的所谓的最佳话 是考虑这一个问题 这个呢 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是我们想要预测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机器学习的模型 然后这个Y呢 是真正的值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最小 所以这个呢 成为一个最佳话的问题 我刚刚解释过了 我们接下来呢 会花几个礼拜解释 什么是最佳话 让同学具备这样的领域知识 好 那这一这个 这篇文章是蛮有趣的 这在Communication ACM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 跟你讲说你呢 针对机器学习 你应该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所以各位呢 可以在这个去这个 上网修这个 或是看我那个 Data Mind 有那门课的投影片 然后看完之后呢 你再去看这篇文章 看你对这个 我们课档上讲的内容 你有没有了解 所以这个 这篇文章的好处 他也是跟你讲说 你呢 如果学完机器学习 你应该知道哪一些事情 那这些观念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牢牢的 在你的脑袋里面呢 这个充分的理解 内化 它变成你的知识 然后这个呢 是来自于所谓那本书 这个这篇文章里面 这是一个文章 网路上可以下载 这篇文章 那这个人也写一本 很有趣的书 这个《学校图书官有》 他跟你讲说呢 学习演算法的三个 主要的这个组成 第一个呢 是表示 第二个呢 是评估 第三个是最佳化 这张图片是来自于这篇文章的 我们呢 表示的方式呢 我们用这个各种的数学模型 去表示呢 所谓的机器学习 有知识相量机啦 然后有逻辑师啦 角色素啦 有各种类神经啦 图论啦 有各种的方法 有各种的方法 所以这个呢 是表示我们这个世界 也就是Apple X怎么去表示这个的方法 然后呢 你在表示的过程中 接下来呢 那么多的方法 你怎么去评估它的性能呢 就是我们讲的机器学习的目标呢 你可能是它的错误率 这是所谓分类问题 Precision Recall呢 也是分类的问题 误差 平方误差呢 就是回归的问题 那事后激励呢 是倍试条件 Information Gain呢 是用在所谓的决策术 所以有不同的评估的方式 但是呢 你要去评估之前呢 你要去把这个所谓的 表示的方式呢 用一个最佳化的方式去解它 所以基本上呢 机器学习呢 从一派来看呢 就是在做最佳化 那最佳化的方式呢 可以分成两单 一种呢 是排列组合Combinatorial 01 那另外一种呢 是连续的 就是0到1 这个区间 主要可以分成这两种 然后最于这个所谓的Combinatorial呢 基本上呢 这些演算法 我们后面会教 这个会教 这个也会教 然后连续的演算法呢 我们也会教一点 基本上是Gradian Decent 然后线性规划 跟这个 跟这个二次规划呢 我们后面也会教一点 就是有没有限制 跟有限制 那至于这些名词呢 我们在第二讲 第三讲 讲完之后你就了解了 那我们大概第四讲 也会跟你讲说 我们如何把一个 机器学习的问题 变成一个最佳化的问题 我们在第四讲会教 那我们呢 主要的参考呢 是这一本书 这个Basimus呢 是MIT的教授 他是从机器学习 从现代的最佳化的这个透视进来 去看这个问题 这本书 这个是他们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 一票学生做的 他从于他这本书的 主要的这个 所谓的内容 都是他的博士的 他的学生的博士论文 那他的 他现在有三四个博士班学生 所以单单看他们这个 这个 不要你不用做什么事情 只要看他们那个group的 你都不用睡觉了 因为他有 他有三四个博士班学生 好 那他跟你讲说呢 机器学习呢 内在 Interiorly 内在呢 是跟最佳化是有关的 不是跟机力理论 这本书的基本观点 所以他利用最佳化的 用现代的最佳化的方法 去了解机器学习的 那因为这本书很厚 我们这个 我们是大学部的课程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只得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那 这个目的呢 是帮助同学完全彻底的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看他的论文 然后可以实作 验证他的点子 而且他们有一些 很多里面的论文呢 都有开放原始码 好 那第二个呢 是解释性呢 是在实际上呢 是非常重要的 在真实的世界 所以在他的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利用决策术 来讲说呢 我们利用一棵的决策术 然后呢 如何来这个呈现呢 我们这个所谓的决策的过程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这门课的重点 那其中考前后 我们会花几个礼拜来讲决策术 这个是新的研究的方法 基本上它是改善了所谓的水肌身影 这条内 woods 然后你 那么笔 哈哈哈 所以 我们必须